沙頭角公路兩車賊人打劫客貨車 劫走580萬現款 賊人以黑色私家車迎頭撞停客貨車 犯案之後將車分位 五個賊人齊坐另一個賊車逃走 警方證實備份車輛是失車 警方採取折進行動 在各個要道設置路障 被行服務隊直升機也出動搜殺賊車 與劫的父子在現場協助調查 據悉他們從事水貨生意 當時攜帶巨款 準備出市區採購iPhone X手機 時髮在星期一下午4時多 隔客貨車向著粉嶺方向行駛 去到近晚屋邊附近被刷車撞停 五個賊人持武器搶劫 一個用錘子敲爛司機的玻璃槍 第二個用牛肉刀指嚇司機 第三個用不知名噴劑 向市主的面部噴了一些不知名的刺激性氣體 要脅市主趕出失物 即現在案中不見的現金位置 刷人企圖銷毀撞人的私家車 現場留下座而密 他們全部坐另一輛車 向沙頭各方向逃去 逃走的私家車是一輛銀色的私家車 車牌我們掌握到他尾數四個字是3269 據了解警方懷疑 賊人早已動式目標車輛行蹤 在現場埋伏犯案 而沙頭各公路在8月也發生一宗相當類似的劫案 一輛與今次案件款式和顏色相似的客貨車 也被人撞停截劫 犯案手法相似 但賊人只是劫走了兩包螺絲 警方懷疑匪圖上次點錯相劫錯車 會調查兩單案件是否有關 OwinTV都網上電視新聞台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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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